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团旗下高端执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系列之SPAR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讲学习的支点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Transformation算子的Map和Filter,还有Fight Map,还有Simple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中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勾结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有海量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也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 那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同学们,那这节课呢,我们来说一下当前另外一个算子 叫做Simple,叫做Simple 那么Simple呢,意为呢,这个随机抽样 那它可以对我们当前数据呢,进行一个比例抽样 SAMLP,这个随机抽样 随机抽样 就随机抽取数据,相当于随机抽取一些数据 那么在这里,我们想使用它的话怎么做呢 简单呢,我们再生成一个RDD RDD,这个RDD,这个5,下线1 等于当前IC.2,这个RDD5-1 等于SC.P 然后我们生成一个范围吧 同学们,咱生成一个范围,就1,2,10 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生成一个范围 1,2,10,就从1到10,不按10,升到一个范围,1,2,10 然后呢,这里我想抽出一个比例 假如说我想抽出50%的数据 就50%,我想在这里抽出50%出去 那这里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做,通过RDD 当前那个相线5-1 第二,Simple 然后呢,这里需要注意啊 大家记得,默认来说呢 这个,它呢,有三个参数 同学们啊,这里也看好同学们 它有三个参数啊 记住,它有三个不同的参数 这里呢,我们将那个三个参数呢 注意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个,第一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主要是表示抽出的数据是否放回 是否放回啊 放回 放回啊 放回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个数据放进去 对吧 咱把这个数据给它 然后是否这个数据抽出完之后 是否还要再回到当前原有队列中 让你下次进行抽取啊 放回 那在里也默认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处呢 就是放回 fals呢 就是不放回 然后第二个参数啊 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第二参数什么呢 第二参数呢 是当前的这个抽样比例 抽样比例啊 这个比例占多少啊 那么在里啊 这个是一个小数的一项啊 就浮点项 浮点项啊 但是呢 在里也记住啊 这是一个浮动值 不是很准确啊 是一个浮动值 不是准确值 也就是说 假如说 我抽30%的数据量 那有可能抽出两个 有可能抽出三个啊 这个是根据数据来的啊 这是个浮动值 那在里 那么一般讲说 咱们要想抽出 30%的量的话 那传入的数据 G0.3 G0.3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最后一个参数呢 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是什么呢 是种子啊 是种子 种子啊 种子 这个种子呢 是一个默认值啊 默认值 我们呢 是不传的啊 不传 记得啊 这个不传入的啊 传入 记得啊 它是一个默认值 咱们这个只是不传 所以此时呢 在里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假如说 我抽出的数据 不往往放 放FORCE 然后呢 我抽的 这个比例呢 是50% 那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对RDD呢 进行一个抽样了 并且呢 在里 记住啊 它会返回一个新的RDD 记住啊 它会返回一个新的RDD 这个RDD中呢 就是你所抽出的 那个数据比例啊 你所抽出的 数据比例值 所以RDD6 点 当前 我们 Connect啊 点 Q Buff 还是 直行 它就会帮我们 进行数据抽取啊 对吗 它就会帮我们 进行数据抽取 所以此时呢 在里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效果 稍等啊 它有计算 在这 这个呢 就是它抽取出 在这个范围的比例啊 那这个0.5呢 属于一个 这个随机范围的浮动值啊 它会根据当年的数据 进行一个值 而且呢 在里 每次得到的效果 随机取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每次这个随机取样的 效果都不一样的 我可以再执行一次啊 那这次就跟上次不太一样了嘛 对吧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为什么呢 它抽取的范围呢 是一个浮动范围之内的啊 它是一个浮动值啊 我们这个呢 只能是规定一个范围 因为你每次抽取完之后呢 这个原有比例都会变 因为我们是不放回的 也就是说 10个数抽取完 就剩9个了 9个的50% 再抽再上 再抽再上 所以在里 这个是一个抽取的一个比例啊 就是你想抽多少 所以呢 在里 这些呢 就是当前我们说到这个simple啊 ok 那这几课我们就到这